欢迎回来你到最新一期节目 之前呢因为纽约的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所以说我也已经开开心的出去玩 所以最近也没怎么更新跟大家说声抱歉 然后呢其实也距离我第一期视频过去了半年时间 那么我用Bariza Express和机器也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能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我对它的一些评价和我的一些使用体验 和一些清洁的小建议吧 好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好首先我来分享一下我半年的使用体验吧 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这台PreviewBariza Express 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咖啡爱好者作为家用机来使用的 整体的性价比比较高 它首先是实用性很好 你看它带着一个磨豆机 所以说你不需要额外购置磨豆机 而且它整体占用的空间也会比较小 然后它的整体出杯品质其实也是比较稳定的 我使用了半年每天一杯 它整体的出杯都比较稳定 然后关于打奶泡 虽然只有一个单孔的蒸汽棒 但是对于我们家用来说已经够了 你可以用它来进行打奶泡和你练习拉花的操作 然后它也比较耐用 我使用了半年没有出过任何一点问题 然后它这个clean的灯其实也还没怎么亮过 所以说就维护和保养成本也来说比较低 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是物有所知的 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使用半年之后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清理的技巧吧 首先我们就从头开始吧 首先是这个豆仓 大家如果很久没有清理的话 其实在这里会积攒一些豆子 你最好就是能近期的对它们进行一些清理 最简单的办法呢 是使用它所附带的小刷子 你如果不想拆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些豆子都刷到这个磨豆仓里面 然后再把它磨掉就好了 据我的经验来说 我磨的豆子感觉都在0到2之间 就是fine到2之间 所以大家拿到自己的豆子之后 也可以先从这两个范围之间来尝试一下 然后是压粉锤 其实你每次压软粉之后 上面都会有一些残留式的豆粉 每天用完之后 其实最好能进行简单的清理 这样不会影响你第二天咖啡粉的品质 因为你这样会残留前一天的咖啡粉 然后来说说水箱 这个水箱是一个OK的水箱 就是它容量还行 如果你装到max的话 它大概max到min之间 可以做8杯single shot 加上对应的打奶泡 如果你做double shot的话 就会更少 可能就会是6杯左右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注意点 就是水会接近min了之后 你就要马上加水了 因为一旦这个水到了min左右 或者更低 你就基本无法进行萃取操作了 或者它的水压会变得非常不稳定 所以萃取出来的咖啡会不会不是很好 所以说补水这个事情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进行 关于打奶泡呢 这还有个小注意事项 就是你在打奶泡的时候 其实最好把这个冲煮手柄卸下来 以及把这个你的咖啡杯从下面拿走 不然的话 有可能在你切换冲煮和蒸汽棒之间 会有少量的液体滴下来 会从而影响你咖啡的品质 我们可以把这个冲煮手柄留在这里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是不是真的会有漏出来的 好 等蒸汽稳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蒸汽棒放入我们的奶缸中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有少量的咖啡也滴出来了 关于打奶泡呢 我用了那么早时间也学会了偷懒 大家可以就像这样放在这里 然后去听这个奶泡的声音 如果是这样 就是太大 要低一点 这样是比较OK的 再低的话 你就会听不到它的声音 这也是不太合适的 所以我们把它再拉回来 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这样你就可以比较轻松的 进行打奶泡的操作 当然你要时刻关注里面的页面变化 如果你觉得这个奶泡量够了 你还可以将这个奶泡的蒸汽棒往下放一些 这样它会去打棉打细这个奶泡 然后还有时刻去摸这个钢杯 如果你对自己的触感不太自信 你开始可以买一个这样的温度计 然后你就可以让它准确的停在60度左右 然后同时去感受手指的温度 这样之后你就不再需要这个温度计了 用你自己手指就会觉得 OK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大概6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用完之后记得及时先排一下气 让在蒸汽棒中的牛奶先优先排出来 好 我们最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拉画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提到的这一点 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停的有咖啡液渗出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将冲煮棒和你的杯子从这里拿开 当你进行拿奶泡的时候 来 这里就是我积攒了大概一个星期的奶垢 你即使可能每次使用完之后进行擦拭 你仍然可能会留下一些些奶垢 所以说最好是能每次都擦拭干净 用完之后 当然如果不能的话 你也要记得定期去清理这些奶垢 不然会影响你牛奶的品质 以及这些鸡酒粥也不是特别健康 好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使用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